钓竿不只能钓鱼 还可以做另类的竞技比赛 在日本钓鱼玩家会举行投缘比赛 以谁投得准或投得远来竞技 带您来到台湾新竹 去看一场钓竿远投竞技比赛 还有选手远从日本及香港前来参加 选手摆好姿势 并且让千锤不断在半空中摇摆 抓准节奏后 奋力将千锤甩出 这是比赛中最令人瞩目的 自由式25号签投职 讨厌的是选手的爆发力 还有纯熟的投职技巧 不仅要比准 也要比谁投得远 最重要的是瞬発力和体重 还有策略和招致的工具 最重要的是力量 比赛共有六个项目 就分有25号自由投 还有15号自由投 还有那个安全投 还有100米定点 平均选手都在投资 至少都有在170或160 这个中间 最高的距离 目前台湾的距离 差不多230米 日本远投选手来台交流 他表示来台比赛逐了交朋友 更希望台湾也能来日本参加比赛 日本と台湾のキャスティングの違いといったら やっぱり日本は最近ちょっと高齢化で人もどんどん少なくなってきて キャスティングの人口もどんどん減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だんだん大会の希望もなっていく中で こういったふうに台湾の大会を参加すると 本当に若い人から年配の方からすごい人数で参加されていて 選手转身使出全力耗出釣竿 釣竿発出強大的共振声哨 挑战遠投200米 釣竿人今天用距離決勝負